这天美牙晚餐准备要做手工饺子 小星表示也要帮忙一起包 看着美牙在准备做饺子皮的材料 小星说到第一次看到做菜还先用撑来凉的 随后材料准备完毕 接下来就用手来揉面 妈妈 我要做 我要做 手洗过了吗 洗过了 昨天 快去洗手 洗完手后 美牙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小星 美牙此时还在想着小葵赶紧长大 然后教她做饭 这样自己就比较轻松了 转头一看 小星用面团捏了一只巨大的鸡母虫 瞬间把美牙给吓坏了 随后美牙把揉好的面团拿给小星看 Q弹热热热热关子 这只就是我最 接下来就轮到准备馅料的环节 小星问起是颗粒馅还是豆沙馅 美牙说到不能用甜的馅料 而是要用肉做的 首先把高丽菜切成细丁 然后再把猪肉剁碎 美牙想着这时候要是有食物调理机就好了 干脆买一台得了 会过日子的小星表示妈妈说的这种时候也就是偶尔才会用到 买了也是浪费钱而已 这番话直接击中美牙的要害 瞬间猪脚肉就完成了 小星被吓出一身冷汗 加入盐巴和浆墨后让小星用力抓均匀 小星直接使出全力 一顿操作猛如虎后 小星感觉好累 双手都僵硬了 于是美牙让她先去休息 小星过来和小白一番神交流 小白 饺子的饰是什么 答对了 做好的饺子要怎么样 答对了 小白差点没被气死 终于来到包饺子环节 美牙负责把饺子皮擀开 小星负责包内馅 美牙先给小星示范一次 接着小星就有模有样做了起来 这时看到小魁包的饺子 小星觉得很像铜锣烧 美牙此时感叹小孩子 有丰富的想象力真好 这就是所谓的美食中教育 然而下一秒 小星表示丰富饱满应该是肚子才是 接下来小星开始脑洞大开 做了青蛙饺子 海参饺子 美牙让她做一些 看起来比较好吃的 小星表示不用担心 爸爸一定会吃掉的 晚上广之下班回来 一进门就闻到香气十足的饺子味 广之看着不同形状的饺子 先挑了一个新型的饺子吃下去 没想到居然是甜的 原来这是小星特制的小饼干饺子 接着广之又看到形状更加奇怪的饺子 表示很担心 不知道这一次又放了什么灵魂料理